那这是位于板桥的第一大队 新版分队 那一名消防队员他的PCR检测确诊 新北市的消防局就紧急对分队也来进行消毒 剩下的31名消防员是立刻进行了快筛 结果都是阴性 那不过为了确保队员以及民众的安全 消防局已经安排全队自主隔离 等候PCR检测的结果 等同就是暂时的封队 那相关的勤务是分派给其他的分队来协助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昨天就是公布了我们新增本土确诊个案是266例 另外校正回归89例 不过指挥中心首度修改了死亡人数 从一开始的11人死亡改成了10人死亡 原因就是有其中一名万华50多岁女性 事后调查她并没有死亡 因此是赶紧下修 本土个案至今人位降温 指挥中心30号记者会宣布 新增本土个案266例 校正回归89例 总共新增355例本土个案 加上10例死亡 台湾自疫情爆发以来 已累积109例死亡个案 那整个这个355例里面 新北市193例 台北市85例 本土疫情从25号加上校正回归后的 542例一度上升到超过600例 30号趋缓为355例 但个案数仍然维持每天破300例 重症率比先前数字3%到5% 上升为9.3% 总共258例呼吸衰竭 其中使用呼吸器180例 庄业克膜为持两例 重症人数持续增加 死亡人数也居高不下 指挥中心首度提到新冠病毒 治疗药物存量 但新增死亡个案最年轻40多岁 前一天最年轻死亡个案 感染人数增加了以后就各个年龄层就有出现 感染的病例 那当然各个年龄层会出现死亡的病例 为了因应疫情影响的民生经济 行政院推出纾困4.0方案 其中孩童家庭防疫补贴 每人补贴一万元 六月十五号发放前出生的新生儿都适用 农民与民每个月可领一万元 六月四号发放 疫情冲击的导游领队 计程车游览车司机 每个月也有一万元可领 新冠病毒来势汹汹 这波疫情究竟何时能结束 全台人民都在期盼 这程轩办杨翔于SNG台北采访报导 另外来看到新北属于医院外头 现在竟然发现了有户外帐篷 一旁还摆满了许多的病床 那病人是戴着口罩躺在病床上面掉点滴 家属只能够站着或是坐在一旁 看起来是相当的无助 那根据了解这是医院分仓分流的紧急处理方式 他们说这样子才能够避免院内感染 把时间交给赵佩宇 适合主播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新北市鼠立医院的急诊室 外头摆满一张张病床 病人戴着口罩躺在上面掉点滴 一旁医护人员则是全副武装忙进忙出 全台疫情逐渐延烧 医疗量能却相对吃紧 急诊室外头架着户外帐篷 病人一个个躺在床上 彼此之间仅透过帘子隔开 而陪病家属也只能站着 或是坐在塑胶椅上照顾家人 看起来相当无助 根据了解这是目前医院 分仓分流的紧急做法 医院得在院外将可能的感染源进行筛检 如果不是新冠肺炎或是重症患者 就可以移往院内进行治疗 如果病人属于新冠肺炎轻症 或是无症状者 就会送往集中检疫中心 这样才能避免院内感染 将医疗资源放在最需要的患者身上 以上是记者为您掌握的最新消息 主播 好我们接着再来看到 疫情现在来的凶猛 那许多人真的是来不及见到自己家人的最后一面 新北市土城医院呼吸胸腔科的医师张志豪 他就表示 曾经他收治了一位年约60岁的确诊男性 那他非常的注重穿着 但是因为住院 所以没有办法穿上他自己最喜欢的套装 那日前他病况是急转直下辞世 太太接获了死讯 就拜托医院让他送衣服来为他送行 但是老先生已经在10分钟前就送往了火化 所以这个愿望再也无法实现 另外再来看到 现在为了要避免群聚感染 有的县市长他们就是呼吁 大家在家里也要戴上口罩 那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昨天是寄出了新政策 将把确诊者交给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来追踪 那如果一个人确诊 全家都要来进行筛检 那筛检的费用会是由市府来支出 另外彰化县政府的职业企则是全面的启动 县内时间医院的快筛监测站 一旦有呼吸道的症状 无论是有无接触时 那一律都是要做PCR的核酸检测 另外再来看到台北市政府也在昨天进行了 四级警戒封城的兵棋推演 市长柯文哲他就透露了 其实昨天他有科技大佬就打电话给他 特别的提到了资讯以及通信科技 是台湾重要的输出产业 一旦停工是不得了 不止台湾全世界都会受到影响 三级警戒超过两个礼拜 北市空宣记恐怕还得继续 而且台北市长柯文哲还加码进行四级封城兵推 科技接着打电话给我 他说ICT是台湾的重要的输出产业 特别多在北台湾 你要说ICT在我们台湾股票市值 以前差不多四十五% 这个一停工你知道 如果ICT不能出货就不得了 这不是只有台湾全世界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所以他说停工这件事情 你绝对要很神神 我也同意 停课不停班 以及让家长两头烧 如果真的进入四级警戒 除了食物医疗非必要不得外出 维生防疫工作之外 全面停班停课 甚至所有聚会都要喊咖 交通方面七十一处桥梁杂道都会设置管制点 禁止车辆进出 捷運与公车不跨双北营运 U-bike同样不能骑 以万华为例 客户者认为只要感染人数 每十万人低于四百人 就没有进入第四级的危机 但双北市民面对可能的封城传言 早已信心溃提 传统市场采买 忍不住要多带几把菜 赶快趁今天赶快过来买 要不然明天到时候真的封城了 到时候真的就什么东西都买不到 他还是很担心 家里有老年人他也不太能吃外食啊 就一定要自己煮 要囤一些东西 虽然还没封城 但人心惶惶谣言纷纷紧紧张 尘度早已上看似极 就综合报道